各位海外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节乔舍新闻 我是胡欣平 国民党美西南支部在马英九总统就职三周年的当天 举办了一场庆祝活动 包括了驻洛杉矶办事处的处长龚中成 乔教宗师的主任简许邦 以及多位乔团的代表与会 共同为马总统来加油 并且也期许马英九总统能够继续提升经济 繁荣台湾 共创美好的未来 今年5月20号 是马英九总统就职届满三周年 国民党美西南支部特地在当天举行庆祝会 驻洛杉矶办事处处长龚中成 乔教中心主任杰许邦 以及多位社团领袖都亲自到场 除了为马英九总统加油之外 也希望他能提升经济 繁荣台湾 由于距离2012总统大选不到一年 轮职常委姚齐川 呼吁乔包能够继续支持马总统 龚中成处长则以马政府外交为题 发表演说 在养马英九总统自上任以来 将持中华民国护照 或进免签证的国家 从原本的53国增加到114国 显示台湾的成长受到各国肯定 至于台湾与美国国会紧密友好关系 也可从2010年国会议员 到台湾人次打百人 看出端倪 马政府过去三年提升台湾整体地位 并带动繁荣 也受到海外各界肯定 提升台湾 还有中华民国的一个能见度 还有那个国际地位 那么我们希望 这一种的这个努力 最终呢 能够带动整个台湾的繁荣 整个这个我们的民众 能够安和乐地 这位常务委员以及乔社代表 也三三上台致辞 叹望马总统继续努力 带领台湾走向更好的未来 台湾一定会在营 台湾一定会在营 台湾要繁荣 台湾要繁荣 台湾网店是张崇文 美国洛杉矶采访不到